孝文帝这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 他之所以有影响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发动了一系列改革 谈北魏孝文帝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这是他最大的功绩 但我们现在笼统的说 就把北魏的所有改革的功绩都寄到了孝文帝身上 实际这个不是很准确 早期的改革是在他奶奶太皇太后冯氏的主持下进行的 但那个时候毕竟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孝文帝 所以后来史书就都把这些功绩归到孝文帝身上了 但实际早期他恐怕不是一个直接的指挥者改革家 是他奶奶在幕后推动这改革 这个冯氏一般我们认为他是汉人 但是他从小生活在一个显卑化的汉人家庭里边 他们家风俗习惯各方面跟显卑人差不多 但他实际是汉人 这个冯氏很有见识 觉得北魏要再这么折腾下去 恐怕要不行了 得进行点改革 那么首先第一项改革公元484年实行俸禄制 给官员实行开支 你这事透着离奇啊 说在这之前呢 在这之前北魏的官员没有工资 各级政府官员 政府不给你开支 没有工资 这政府是真是节省了 他说那官员当这个官收入从哪来 全靠剥削老百姓 因为政府不给开支 所以贪污受费是合法的 因为政府不给你开支嘛 你自己去给自己 挣点钱 这是合理合法的 因此导致北魏的励志是极其腐败的 史书描写 有这个形容这个官员到这个地方来上任 比方说当这个地方县长 单枪劈马而来 来的时候自己一人 骑着马来的 啥都没有 卸任的时候 带了几十辆车走 你说搜刮了多少 这个直接导致了北魏 立志官制的官场的极度腐败 这个冯太后比较有见识 觉得这样整不行啊 所以咱还是跟中原历代王朝的做法接轨吧 历代王朝都是给官员开支啊 所以给官员按级别定出来 奉路多少 工资多少 按级别定出工资多少 然后接着就出台一个政策 奉路之外 贪污捐超过一匹的 处死 用这种方法大力的去整顿这个官场 应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是政治方面的一个改革 第二年485年颁布军填令 这是经济方面的改革 简单的说 军填制的特点 就是政府把国有土地拿出来 属于国家的产权是国家的这个土地拿出来 分给农民使用 一个成年劳力给你分多少地 但是这个不是给你 是给你用 你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你死了之后 这个地得交回政府 但既然给你地用了 你不能白用吧 所以你用了这块地 你就得给政府提供付税 你得服劳役 你得服兵役 你有一系列义务 这是北魏的军填制 蒋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同时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了 你在这之前农民没有土地的话 他去给地主种地 那地主那块跟他收的比这个多呀 通过这个促进了生产 促进了国家国力的增长 另外老百姓呢 也指着这块地 过上一个温饱的日子 应该说这个政策 对国对民都是非常有利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发明 在这之前没有过这种体制 没有过这种制度 这是北魏发明的 等到唐王朝建立 觉得这制度挺好 李世民把这个制度 宴席下来 加以完善 成为唐王朝走向鼎盛的一个经济基础 所以这个君田制 对后代影响很大的 大唐王朝是靠这个 保证了国家走向繁荣的 靠这项制度 但这个制度是北魏发明的 不是唐太宗发明的 接下来486年 以三长制 取代宗主都户制 这字打错了 是都户 拥户的户 这是一种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说在这之前呢 他的地方上 北魏实行宗主都户制 宗主就是立个头 这些百姓就归你管了 以后政府就不管这些百姓了 有啥事政府就冲你说话 这些老百姓都得听你的 都得依附于你 就这种制度啊 简单说叫宗主都户制 但宗主都户制最大的弊端 是政府的管理 不能一直延伸到基层 就培养了地方势力 然后政府的税收呢 也大受影响 那古代主要国家收入 两项税收 一个是土地税 一个是人头税 那你在收人头税的时候 政府就不知道这块 一共有多少户 有多少人家 收人头税 他只有这一户 只有宗主这一户 然后说你手下有多少人呢 政府不知道 他报多少是多少 那他当然不能多报了 他少报 他不是给这些老百姓免税 他跟老百姓照旧收 收的还更多呢 然后都出来自己要班了 政府跟他要 他说没有 我这块就一户人家 政府管不了 所以史书记载 说这个宗主租户制最大的缺点 往往三十家五十家 他就报一户 政府的收入税收盛影响 而且地方上出现了一批鱼肉百姓的豪强 这帮人还跟政府离心离德 所以冯太后感觉 这事得改革 然后他手下一个大臣 叫李冲 这个大臣给他出的建议 实行三掌制 重新进行人口普查 然后每五家 编成一林 五家为一林 五个林 组成一个李 五个李 组成一个党 林长 里长 党长 这叫三长 五家为一林 选一个林长 五个林 组成一个李 选个李长 五个李组成一个党 选一个党长 这叫三长 用这种方法构建最基层的管理体制 五家一林 五林一里 五五五 二十五 二十五家为一里 那么党呢 一百二十五家 这么一个体制 那么咱们今天一般把邻居称林李 就从这来着 都得住得近的 不可能东头一个西头一个 你俩编成一林 都是住得近的 林李关系 咱们讲林李关系 这是当年是一种基层社会组织 政府通过这个三长制 把他的这个管理一直贯彻到基层 把原来那些宗主都户都取缔了 把地方的豪强势力给抹杀了 以上这三个方面 是冯太后执政的时候进行的改革 三个很重要的方面 一个是官制 而且这个官制的改革带着反腐的内容 一个是经济方面的改革 一个是基层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 在我看来 经过这一系列改革之后 这北魏终于熟识的像个国家了 就在这之前 他管理太混乱 都不像一个国家 政府体制严重残缺 不健全 安缺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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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